江西省应急管理厅7月13日傍晚通报 7月12日晚,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三角连围突然绝口 目前绝口长度已经扩散到200余米 永修县三角厢瘦在面积约3.5万亩 长住人口23,411人已经全部进行紧急转移 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据介绍,对转移出来的民众除投靠亲友到县城家中居住的人员外 当地政府已经全部安排到县城湖东学校集中安置点进行妥善安置 13日晚,中心设计者就走访了位于永修县城内的湖东学校集中安置点 进入校园安置点内,有一排帐篷搭建起来的临时登记处灯火通明 除了人有部分受灾民众过来登记入住外 还有不少爱心企业和个人到安置点来捐赠和运送救灾物资 志愿者也正在整理码放纸巾、方便面、饮用水、衣物等 我们是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接到安置准备 接到紧急通知 然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人员对我们的96个教室 全部进行了一个清理,卫生清理 然后我们疾控地进行了一个全面消杀 现在受灾群众在我们这做登记的2200多个人 大量的可能还是投靠亲友 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 学校教室内原有的磕桌椅都被换成了行军床 凉洗、盖毯等用品也一应俱全 在一间医务室,医务人员正在清点刚送来的药品 晚上8点了,受灾村民黄老二在安置点内泡奶 为自己可爱的小儿子 就是我们八大道附近好像两栋房子都摔倒掉了 你的房子啊? 别人的房子了 别人的房子啊 那你是几点钟过来的? 我们昨天晚上,嗯,两点钟过来了 两点钟来了,今天早上,然后车子停了四五次 然后我两个小孩在路上,蚊子又咬了 没睡好觉,今天早上五点就带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这点也挺好 到这里,放了早上 然后拿,我们体育剑了 拿了这些垫的,盖的拿来了 记者离开时 据三脚连维发生溃滴绝口已经超过24小时 安置点上稍险嘈杂的声音也逐渐变小 而在围滴上,江西水舰的抢险队伍还在现场准备 将在7月14日进行绝口合拢施工作业